大家好啊,这周六就是今天,今天是十二月十几号,十五,十五号,不是不是,十八号,什么傻子,十八号,今天晚上七点,在在北京的马居桥的8094搏击餐厅,虽然说吃饭的地方,那也是真正的搏击的搏击馆,完了,山基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的职业比赛,是今天晚上八点多开,我们呢,七点多到,给他加入住威选,完了, 为什么才发这消息啊,也是刚刚确定好的,我们就吃饭去,我们都商量好了,吃着饭,看着台上山基挨揍,这也是商量好,我们轮椅都准备好了,再说一遍啊,轮椅我们都准备好了,我们几个分工啊,永哥呢,负责呢,是拿轮椅,钱哥呢,和小杨阳呢,他们负责拿担架,拿担架,这样的话,要说不行了,躺着,钱哥,杨阳拿担架上,完了,山基受伤了,瘸了,被人踢瘸了,完了,永哥拿担架, 那么支离干嘛呀,负责是拿花圈,花圈呢,什么意思,山基赢了,给山基挂上,山基输了,给山基摆上,完了,我主要是写晚联,其实我主要是解说员,我来解说吧,逗,行了,今天呢,就是跟大家也说一声,就今天晚上,北京时间的,今天晚上,今天十几号,十八号,十八号的晚上,二十点, 山基哥在北京的8094伯极餐厅,来比赛,完了之后呢,到时候我也给录下来,完了之后,等到晚上给大家播出来,让大家一起分享,基哥是怎么埋奏的,基哥拿过业余大赛的冠军,但是职业的赛场,跟职业选手,确实没有对上过,从来没有, 这次是第一次,我希望这是一个开始,以后多多的参加,去挑战自己,去完成一些人生的梦想,真的,你想想,山基练得也不错,他如果能活到八十的话,到了八十岁,姥姥姥姥坐在摇椅上,儿孙满堂了,完了之后,爷爷啊,在年轻的时候啊,就是业余比赛,就没参加过职业,哎呀,那肯定儿孙说,爷爷,你后悔吗,山基说,哎呀,我肯定后悔啊, 孩子啊,不能像爷爷这样,一定,一定要有梦想,要去完成,大家明白吧,所以,真的是赢了,像山基,哎,我就山基,要我赢了,哎呀,孩子们又问,说,爷爷,你有没有梦想,爷爷有梦想,孙滞,爷爷,爷爷完成了梦想,参加了职业比赛,就这么简单,就就是人生的梦想,不多说了,今天晚上见吧,今天晚上见,好啊,毕民万岁,拜拜, 我们下期再见